上级说道 小鱼因深夜见到阿杰来公司找我 并在一块吃饭时 向我发出了让我去陪她的邀请 从她眼神中似乎看出 阿杰真的没死 晚上下班后 我就来到了她家 小鱼说她昨晚就是在卧室看到了阿杰 她打开窗户 指着窗外的外面绿化带说 当时阿杰就站在那片灌木里面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这片灌木长得很旺盛 白天看也许会觉得绿意盎然 但到了夜里却有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大半夜乍一看到有人站在里面 确实还挺吓人的 何况这个人 还是一个可能死而复生的人 有没有去查看过监控什么的 小鱼只有门口装了监控 明天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是不是真的有长得像阿杰的人进出过小鱼 阿杰之前有没有说过 这趟去挨劳山 除了拍视频 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小鱼想了想摇了摇头 接着说道 不过 阿杰他在临走前 突然给我转了十万块钱 十万 阿杰有提到 这十万块钱是怎么来的吗 他说是平台接了一则广告 而且他还说 等他回来 还会有更多的钱 到时候 就能凑出买房的首付了 广告 更多的钱 阿杰的频道粉丝数 不过十五万 这样的粉丝数 肯定接不到 单条报价十万的广告 结合阿杰之前 对我说的话 这十万块怎么看 都不像是广告费 而更像是某种定金 难道是有人 想让阿杰他们 去哀劳山找什么东西 这么看来 阿杰会不会真有可能活着 甚至他当时的死亡也是假的 毕竟我们根本没找到阿杰的尸体 只有一段他同行的人拍摄的 他从悬崖摔下去的视频 那么难道是出于某种难言之隐 让他不敢现身 或许接下来 我就需要找到那两个和阿杰同行的人 搞清楚他们那趟哀劳山 到底是要去找什么 有没有那两个人的联系方式 小鱼这次倒是没摇头 他翻了翻手机 很快找到了其中二狗的手机号 我记下二狗手机号 决定第二天就问问 晚上我和小鱼久违的聊了很久 一起回忆大学时光 回忆阿杰 聊到后来 我一度很想问问小鱼 假如重选一次 他是会选我 还是会选阿杰 但终究没问出口 由于昨晚两个人都没有睡好 于是不到十二点 便各自洗漱准备睡觉 十二点多 小鱼在门口 对我轻轻说了一句晚安 我隔着门队 他说 如果有什么事情 记得及时喊我 小鱼吞了一声 我就听到他转身 回到自己的房间 关上了门 随后我很快就沉沉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 是被一声救命惊醒的 我迷迷糊糊睁开眼 头有些疼 以至于搞不清楚 刚刚听到的救命 是不是我做的梦 我听到主卧 似乎传来一些声音 像是女人的声音 小鱼 我喊道 之后我又提高声音 喊了几声 小鱼依旧没回应 我就好奇的站起来 走到小鱼门口 轻轻敲了敲门 并将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 好像听到了 浓重的喘息声 是个男人的喘气声 随后我猛的推开门 冲了进去 黑暗中 我看到小鱼身体 诡异的躺在床上 我连忙打开灯 瞬间眼前的一幕 让我整个人愣住了 后背静在一瞬间 冒出了冷汗 小鱼脖子上插着一把刀 床上地下 全是喷溅出来的血 我快速走到床前 颤抖的去 试探小鱼的鼻息 他死了 那双美丽的眼睛 无神的睁着 好像在死不瞑目的 看着什么 我试图去帮他 把眼睛合上 却忽然不知道 他眼睛盯着的方向 好像正是门后 与此同时 我听到身后 响起脚步声 达国小鱼